我们相爱吧,作为国内首档明星恋爱节目,在一开播的时候就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不少人认为这些明星搭档在节目中做出的某些行为都是为了节目效果,或者是借机炒作为自己增加热度,尤其是在看到第三季中的潘伟博和吴欣时, 我们相爱吧,作为国内首档明星恋爱节目,在一开播的时候就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不少人认为这些明星搭档在节目中做出的某些行为都是为了节目效果,或者是借机炒作为自己增加热度,尤其是在看到第三季中的潘伟博和吴欣时, 吴欣作为快乐家族的成员,一直以来就被受观众喜欢,每次看到那姐和杰哥秀恩爱的时候,都会希望欣姐也能赶紧,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所以刚看到我们相爱吧,潘伟博和吴欣之间的互动时,网友们以为他可能就是心境命中的那个王子,结果在节目结束后两人依旧没有什么进展, 虽然说这只是一个综艺,明星在节目中流露的不一定都是最真实的感情,但是能看到自己最喜欢的荧幕情侣携手参加录制,也是遇见让人开心的事情, 而最近则是有人爆料,邓伦将自带CPE一起加盟我们相爱吧次,邓伦现在也是真的火了,有任何动静都能引起网友的关注, 而跟邓伦组成过CPE的女明星也有几个,迪丽热巴,杨子就是其中两个,也都是因为合作电视剧,实在有CPE感,才会被观众组成了荧幕情侣, 而这次在我们相爱吧次中,与邓伦成为搭档的据说是杨子,杨子虽然才分手不久,但是想要尽快从上一段感情中走出来, 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开启另一段恋爱,而且在拍摄《香蜜沉沉浸如霜》的时候, 邓伦和杨子在片场的关系也是非常的要好,再加上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 网友我们在看了之后,也是非常喜欢这一对锋利CP,对于他们一起携手录制《恋爱》类东西,也是表示支持, 更是有不少人觉得邓伦和杨子至终于可以公开撒狗了,虽然邓伦曾经说过,他和杨子是好兄弟, 但是感情这种事情是无法掌控的,也是瞬息万变的,说不定在下一次相处中, 就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那么,对于蜂蜜CP一起加盟我们相爱吧四,你们期待吗?